欢迎回来 希望联盟自去年5月起执政西马六个州属以来 最常被自家人或敌对政党拿来做话题的 要属图团党柔佛州大臣拿杜斯里奥斯曼 大臣昨天出访印尼却被网民批评出访的时机不对 作为西蒙大家长 首相敦马迪医生不得不出面还家 周佛大臣拿杜斯里奥斯曼昨天前往印尼巴弹岛推销柔佛州旅游 部分网民批评他在巴西古当金金河污染事件 还没完整落幕之际却出访他国似乎不太妥当 就连首相也不知道奥斯曼到国外去了 马哈迪认为奥斯曼已经妥善处理巴西古当毒物事件 另一方面 巫统霹雳州联委会主席拿杜沙拉尼 自去年开始就不断炒作霹雳州大臣地位不稳定 西蒙内部有意颁倒大臣的课题 昨天沙拉尼还对外宣称 首相马哈迪支持这项倒大臣行动 那首相的回应是 有人寄予霹雳大臣一职 才会不断释放假消息 马哈迪今天在布城出席活动后受媒体追访时表示 对大臣拿杜斯里阿莫费沙的表现表示满意 至于是谁对大臣职位有非分意图 马哈迪没有点名任何人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